12号 新唐人英文频道节目 播出对美国纽泽西州史蒂文森理工学院 量化金融课程主任卡尔霍恩的专访 他指出 中共对外公布的COVID-19死亡病例 都集中在2020年4月以前 这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统计上都不可能 卡尔霍恩指出 当时中国还没有疫苗 也没有治疗方法 甚至到2021年2月 中国的COVID-19疫苗接种率还不到2% 这样没有受到保护的人群 COVID-19死亡人数为零 让他发觉中国的疫情数据被操纵 卡尔霍恩表示 第二个证据就是联合国公布的粗略死亡率 过去10年 中国的粗略死亡率呈现平稳 但到了2019年 突然暴增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琳 赞华报导 这个内容是写的 原则我写作一张 是写的 因此写作